究竟是否儲無輝呢? 只是相差24小時 同一個時間,不同的地點 我再去看不一樣的日落 我開始發覺,不同的天氣 有不同的特色 日落就算是時陰時情 出來的效果都有很多不同的變化 其實都是一樣的感動人 天氣真是可遇而不可及 人算真是不如天算 是否命裡有時終須有 命裡無時莫強求呢? 當我想起這句話的時候 我想起昨天,那位朋友跟我說 今天拍得不開心的 第二天再拍過 一定有一天會開心的 但我拍完今日的日落 我就覺得 其實昨天的日落 都好美的 上天好像給我一個試煉 就好像之前我不見了一個充電器 有心人幫我撿回 交了給司機 我又問過司機拿回充電器 到今晚我坐車的時候 我撿到另外一個充電器 是否上天在試煉我 究竟我是不是一個老實的人呢? 日落是最真實而無下的 今天的日落 骨子裡的暴障 揭開了神秘的面紗 太陽徐徐落下 嘩,我在說一間很長的書面語 有些長,有些沉 懶是文藝 但這個景色令我很難忘 一點一滴,絲絲記憶 就算日落只剩一秒 那一秒 好像一個小洞那麼小 都好 我看的景色 都是很動人的 你看陽光 開始慢慢降到雲層底 由整整的圓形 開始變成半圓 四分一圓 八分一圓 十六分一圓 一路降一路降 染紅了那些雲之後 好像一帶又一帶雲彩 射出來 這種熱射線 這種日落的場景 我每一次看 我都覺得很興奮 時候都不早了 太陽由赤紅變煙紅 由煙紅變煙紅 煙紅變淡紅 淡紅變萬難驅靜 一落到尾 就是夜幕低水的時候 畫風始終都是要轉 期盼的就是 每一天的畫風都有不同的風景 這就是日落的精彩之處 多謝收看 最後可以看一看彩蛋 有關於天文台所拍的 不同地方的日落的景象 下期再會 拜拜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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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不要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